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科学的是 他们的老师是通过一本漫画书学会忍术的 是活用忍者吗 其实任何一种特殊职业的魅力都与其特殊的精神有关 比如说忍者有忍道 武士有武士道 骑士则有骑士精神 在讲述忍者这一职业的漫画中有一名工慢 哪个道 其对于忍道的走心权视野 忍术的华丽展现 以及忍者战斗的智慧 都让我们深深的沉浸于这部活生生的忍者世界当中 对不对 但是反观我们神规中的忍者 对这些概念极其模糊呀 如果强行说有一个忍道的话 那一定是 他们不能没有音乐 其实纵观美国漫画电影 路线比较单一 大部分都是受了先入场的漫威系列超级英雄的影响 这其中呢又以钢铁侠跟美队为主 而美队则是二战结束后的产物 它存在的意义其实就是普通人的精神领袖 哪怕你是个普通人呢 只要你胸大你也可以成为英雄 有关于美队跟铁人 有兴趣的话可以搜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 游戏人说美队 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来蹭超级英雄这个概念了 包括这次的忍者山龟呀 把一个原本应该隐藏在黑暗中的特殊职业 变成大家所喜爱的超级英雄 而影片也通过多次对于忍鬼们内心的 走向光明的向往 再加上破影而出这个副标题 把这个超级英雄跟忍者的概念偷换得有理有据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忍者山龟这样一个童年的回忆 真的适合当一个超级英雄吗 不 是超级英雄天团吗 英雄和反派 如果说这部电影给了我什么其他的印象的话呢 那就是看到女主Megan Fox 我就总觉得会有那个 气圈人变形 看到男主Steven and Mel 我总觉得下句话是 You have failed this city 丑的大反派Shred 我倒是觉得 这次反派除了有点面瘫之味 颜值比这个正派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 还有其他满满的科技感呢 酷炫的钢爪呀 酷炫的小弟 还长了个什么其他外形恶势力呀 这个分明就是用科技武装自己呀 游戏中有一种说法叫做科技流 也叫攀科技 简单来说就是在对战的时候呢 用科技的优势来弥补人数的不足 但是仔细想一想哈 Shred的人数跟科技都有优势啊 是什么让人龟们一波翻爬的呢 难道是皮子 呵呵 仔细想想 每次Shred打了团战 赢了之后呢 都不会杀四只小乌龟 最多就是让他们四脚超天呢 默默地让四只神龟继续打千发育呀 还时不时的送一关小弟去送个经验升级什么呢 没想到啊 在反派面瘫的外表下 还隐藏了一颗充满爱的心 这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反派 你不杀我 我也不杀你 我们就这么开开心心的拍续集 其实这部作品早于1984年就已经面世了 而且两位默默无闻的漫画家呢 却是靠着山寨谋生的 对也就是说其实这部漫画的角色以及设定 是借鉴当时的其他漫画的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开头说的哈 原作对于忍者这个直接的描述少之又少 而起初刚开始出版的画风呢 则是以暴力和血腥为主 直到1987年才经过一系列的改版和加工 面对儿童以及青少年做了重制 对于这部1984年出版的漫画作品的改编和延展中呢 其影视作品 从1990年到今天 一共才有五部电影啊 其中2003年的TD版还不错 而忍者神龟的游戏 那简直是多如牛毛呀 从1989年开始 日本游戏大咖Konami 就一件着手制作FC平台游戏 名字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取了 忍者神龟一 忍者神龟二 忍者神龟三 之后又在PSR以及Xbox推出了同名游戏 此后忍者神龟破影而出呀 忍者神龟变种危机 忍者神龟曼哈顿突变 等等PC游戏都相继出世 而在我们的4399平台上 忍者神龟大战 SREP 管道追击 以及激动都是不错的游戏 有兴趣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老板 我这个广告 打得还可以吧 好的 我是有思想 有文化的游戏诗人大英 下期想看到我说什么电影 或者是想推荐给我什么动画电影的话 都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嗯 这期真的没有彩蛋了 拜拜 想看更多更好玩的视频 请你们掃描我的二维码 评论我的个人微信功能号 以及几个号 Lindsey Lend RL